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开始接受专业训练 并在2012年入选了日本国家队 跟中国羽毛球队的制度不同 隶属于日本一家俱乐部的大枯彩在平时是需要早上到公司上班 下午才能开始练球的 在今年全日本行标赛上打金四强让大枯彩入选了日本羽毛球A队 有了更多出战世界与连高级别巡回赛的机会 逐渐为球迷所熟 凭借着超高颜值吸引了不少关注 几个月前在中国举行的一战比赛中 有摄影师为了拍到大枯彩比赛时的近照 竟躲在发球裁判的身后 并且几乎全程无视 与他格网相对的中国选手 上网友吐槽不已 也证明了大枯彩在中国的不足人气 甚至 有中国网友认为大枯彩是有史以来最漂亮的羽毛球选手 胜在其名言动人 倾国倾城 美得动人心魄